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有故事的地方就有人偷听 Hi 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看 偷听Story 上次我们上传的第一支 鬼故事的影片 然后很多人留言 然后也很多人反映说很不错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讚讚讚讚 那相信有在关注我们 Podcast的偷听客们 一定都知道 我们最近在做 鬼地方事件簿 就是要带大家认识 我们世界各地的闹鬼圣地 然后为了响应这个单元 所以我们这一集很特别 决定要来介绍鬼地方 今天是由我来主讲 就是跟大家介绍 有一个很知名的闹鬼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偷听Story 不知道大家对海滩的印象是什么 海滩应该是充满欢乐 夏天的时候去那边 冲浪啊 游泳啊 放松那个地方对不对 但如果你知道今天去的海滩 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可怕的鬼故事 甚至你不知道说原来你踩的沙子 有可能是人的骨灰 太可怕了吧 那你还敢去吗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在印度非常有名的闹鬼海滩 叫做Dumas Beach Dumas海滩 那Dumas海滩呢 它的地点是位于在印度 古吉拉特邦 朱拉特市附近的一个海滩 那这海滩呢 它最特别的是 它的沙子呢 是黑色的 不是因为碰到水 不是 碰到水也会变黑色 但是其实 它本身在碰到水之前 它颜色就特别的深 是因为它沙石的那个成分 好 这个我就要来跟大家讲了 大家都知道说 世界上有很多比较有名的黑色沙滩 你应该有听过几个 例如说在冰岛呢 就有个海滩叫做 斯托克尼斯海滩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维克黑沙滩 那像澳门呢 就叫做黑沙海滩 然后甚至其实连台湾也有 那就在高雄 其今沙滩的沙石 其实也是黑色的 真的吗 你有发现吗 我这个高雄人竟然没发现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海水打上来 然后它那个沙子就会变黑色 对 但是我觉得这边黑色的定义 也要跟大家讲 像是刚刚讲的冰岛 那边的沙滩 它们的黑色真的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黑 但像刚刚讲的高雄 或者是澳门那边的沙滩 它们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接近黑色 有点灰黑色的 所以没有到真的超级黑 就像你刚刚讲的海水 进过之后 那个沙的颜色就变深色的 这种颜色 为什么会造成黑色的沙子呢 也就是因为地球上有很多 各种各类的矿物 例如说像冰岛这些 有火山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火山 不定期会喷发 对不对 那么喷发的那个熔岩 就会顺着大海流去 就这样子 它们会形成各种各样的 黑色的晶体 然后再经过 超过千万年的海水冲刷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堆叠 然后就被冲到海岸上 就慢慢的 它们的海滩都是黑色的 然后就冲到 刚刚说到的那些沙滩上面 对对对 但是它们需要经过很多很多年 甚至到千万年 才有办法让整个沙滩看起来是黑色的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杜马斯海滩 它的黑色的沙子呢 是哪来的呢 大家都以为说 黑色沙子一定是跟矿物质 是有关系的 对不对 但是在当地居民 跟一些老人家的传说中 它们的沙子为什么变成黑色呢 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毛骨悚然的故事 在印度教的文化中呢 当人已经过世之后 它们会把它们进行火葬 它们不会用棺木 而且是送葬队直接把遗体送到火化用的柴堆中 直接燃烧 直接焚烧 是它们没有用任何棺木的 因为它们相信灵魂在身体内存在一段时间之后 会跟身体相连 所以如果让身体自行的腐烂 或者是埋葬的话 灵魂就被困在里面 没有办法离开 所以这时候 它们就必须要把它烧掉 这样子它们才相信说 灵魂会获得解脱 直接把它送上去 对直接把它送走 但是也有种说法 就是讲说 如果它没有把它烧尽的话 那它一样 它灵魂可能就会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那为什么沙子是黑色呢 是因为有这个民间传说 就讲说 因为在古代呢 它们会一直在这个海滩上面 进行这样子的火化的仪式 就这样子一直烧一直烧嘛 对不对 所以它们的那些灰烬啊 就慢慢的跟这些沙子混合 然后久了 就变成都是黑色的 天哪 所以大家都踩在骨灰上面 对没错 就是有这样子的传说 所以它们相信 有许多没有被烧尽的灵魂 还在那边游荡 最常会听到说 只要在太阳下山之后 你就会在海滩上面 可能会听到一些 人的低语声 然后或者是 你会莫名其妙的 好像看到 海滩上面有一些奇怪的人影出现等等的 有很多人在夜间去散步的时候 就这样子凭空消失 这直接还是它被海水冲走 就是有人讲说 他们就讲说 他朋友想要去外面逛逛一下 然后结果就在那边回来了 就这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消失 失踪吗 对 就这样失踪了 然后甚至还有网友分享说 他晚上带狗狗去散步 然后狗狗会莫名其妙的对着空气 然后一直吠叫 然后也不知道他对谁叫 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后就觉得有点可怕 一定是看到什么 对 然后网友就太过害怕 就赶快就离开那个沙滩 那在2005年的时候 有个团队叫做Body Beats 他们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一个网路媒体 对 他们就是有个团队 他们就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然后这样子一个传说 就决定说 好 那我们要去来验证一下 这个沙滩到底有没有闹鬼 来 他们希望说 可以破除大家的这个迷信 很像那种留言终结者 对 留言终结者 然后他们就是拿了 一台相机 然后当天就约好说 好 那我们六点傍晚的时候 在这边集合 差不多就在那边待上好几个小时 就为了确认说 这边到底有没有像网路上讲的 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然后或者是看到一些人影等等的 因为他们是六点多到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到现场的时候 就开始去问说 即将收摊那些摊贩 就问他们说 这边是不是真的以前 有举办过这样子的火葬仪式 然后在哪一些海滩区域等等的 就这样子 他们一路待到了晚上 大约11点左右 但是都没有遇到任何的灵异现象 然后他们讲说 好那在离开之前 我们先去第三个区域再看一下 然后他们走到第三个区域的时候 就是其中个人就决定说 好 居然说带相机了吗 不然我们就来拍拍看 看能拍到什么东西 他就拿起相机一拍 就发现说 为什么他的闪光灯 就是没有办法启动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是故障的 就明明出发前有检查 但是就是现场想要拍的时候 就是拍不下去 就很奇怪 但当下他们也不以为意就觉得说 应该就是相机出了问题 然后就决定 好吧 那没关系 我们就先返回好了 那今天什么都拍不到 就算了 到了第二天 不放弃的他们晚上 又来到了这个杜马斯海滩 这是他们避免为了 又有昨天拍不到的状况 所以这一次呢 带了两台相机 然后一台是一般的三眼 然后另外一台是数位相机 这样子 一样来到了晚上11点 海滩上面呢 除了他们之外 没有任何的人 跟着我们不同的是 他们找到了第四个区域 然后他们就开始拍照 拍了好几张照片之后 他们当下检查 好像都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就觉得照片都很正常 也没有什么怪怪的 耗了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想说 好 算了啦 都拍不到什么东西 就决定说 不然就先回去好了 就一样回去了 他们也打算说 都没有遇到什么灵异事件 然后决定在网络上 准备要发布 就想说 这边的谣言都是假的 因为他们其实算是一个 蛮有公信力的一个自媒体平台 这样子 他们正准备要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故事就有了一个新的反转 在他们回去检查照片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他们好像拍到了灵异照片 他们拍到了一个 仪式像光球的一个东西 在照片中 那根据外国人说法呢 他们相信当人或者动物离世之后 他们会变成幽灵 在人间漂浮跟游荡 我们一般人其实是看不到他 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到这些幽灵的 所以他们只能透过可能数位相机 或者一些电子产品去做侦测 才能看到他们 幽灵其中一种显现方式呢 他们相信就是 他们会变成一种光球的一种痕迹 对 有红色的啊 白色的蓝色等等的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所知道的鬼火的一种概念 只是它是鬼火的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光球的形式 最离奇的事情就是 除了他们拍到光球之外 他们也拍到了类似像流星划过的照片 其实这样子一条这样子划过 可能真的是流星吧 我觉得也有可能 在他们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他们就有点不敢置信 因为他们明明当下有检查过 其实没有看到这些奇怪的东西 但是回去之后才发现说 好像真的拍到了类似光球 鬼火的这种状况 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开始相信说 那边的确好像真的会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后来BodyBeats团队也有发布在部落格上面 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 就很多人就开始去讨论啊 这个沙灘是不是真的闹鬼 然后底下就真的有很多自己遇过的网友们来分享 现身说法 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我觉得惊悚的 一些网友分享的自己的亲身经历 其中故事是这样子的 这网友呢 有一次他们五个人骑车去海滩庆祝生日 当时呢他们也知道说 这里有闹鬼的传闻 就决定说 好那我们就待到晚上 然后当天五个人呢 其中有两个人就在自拍 那另外一个比较顽皮的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刻意发出一些鬼叫声啊 想吓人 对想要吓吓这身旁的女生等等的 结果苏不知正当他发出这鬼叫声的同时 旁边他所看得到的什么路灯啊 然后车灯啊 瞬间全部一起熄灭 同时一起熄灭 太巧了吧 对非常非常巧 好怕耶 然后他们当下就看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就吓到尖叫 然后赶快跑离那个现场 他就想要发动他的机车 但是他们发动了很久很久 机车才发动成功 对就很奇怪 好像鬼片哦 对很像鬼片 后来他们还是成功离开的 骑到差不多一小段路之后 他们回头看 然后就发现说 海滩上面的灯全部都恢复正常 对就想说 到底刚刚是刚好遇到短路吗 还是怎么样的 对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就说 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边有这样子的传闻 当时呢 就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他正在享受看着夕阳 对他一个人在沙滩上看着夕阳 他说哇我好喜欢这边美景啊 结果这时候他就听到 好像有人在唱歌 然后就是有音乐的声音一直在走 然后有人在小小声的唱歌这样子 对但他不知道是谁 他就仔细看旁边 不对啊身旁都完全没有人啊 而且就算有人那个位置也超级远的 不太像他的声音我可以听得那么清楚 然后当下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他也不敢多想 就想说好吧 那来看一下手机 然后来打个卡 在脸上上面打个卡 然后这时候他打开手机看 你就发现 他现在在的地点叫做杜马斯海滩 然后竟然有个传闻就讲说这里闹鬼很凶 他就发现说 对就是Hunted Beach这样子 然后他就吓到了 然后就讲说好 那好像这里真的不太对劲 他就马上离开了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还算还好的故事 但第三者故事我就真的觉得很可怕了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有一对情侣呢 他们就是一样去海滩上面约会 然后在他们手牵手走在海滩上面的时候呢 这个男生准备要跟这个女生告白 申请告白很浪漫嘛 对 好像是暧昧中啊 对暧昧中 然后告白完了那一瞬间 他们两个人一起听到很多掌声 好像也有一点不错 有一点不错 但是我觉得很惊悚 就是突然间在海滩上面没什么人就听到 掌声如雷 好可怕喔 对但是明明就没什么人 这到底说那掌声是哪里来的 都没有人知道 对就非常诡异 好惊悚喔 而且根据这个bodybeats的这个团队所说 他们也觉得很多故事都是被夸大的 但是他们真的有去确认说 之前这个海滩上面的确有办过 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掌声仪式 所以是真的存在的 对但是像什么有人会在海滩上面消失啊 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这真的消失的话就有点变成真实犯罪了吧 对啊 我觉得这种传说感觉就是那种真真假假餐饭 对对对又人传人嘛 就有点变成都市传说的概念 哇连到都市传说 对但是连到都市传说 至于为什么他的沙子是黑色的 我觉得跟这个葬礼或者是焚烧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啦不少人觉得 我也觉得因为如果是你焚烧的话应该照理说不会那么平均的分布在海滩上吧 一定都是一块一块一块 然后再加上可能一些风化等等的 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那么就是均匀的整片海滩都是黑色的 要长时间的去一直进行才有办法 对那怎么可能就是可能几百年那这些印度教的人在这边举办了这样子的葬礼仪式 怎么可能这样子就可以把整个沙滩染黑呢 不太可能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灵魂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反正大家如果不信的话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到这个杜马斯海滩去走一走 然后甚至在那边过个夜 对欢迎大家留言 欢迎大家去那边看一下 然后过完一夜之后也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或者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在跟我们分享 没错没错 欢迎投稿哦 如果喜欢听灵异故事或者是都市传说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闹鬼奇闻的话 欢迎大家就是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这样子也可以收到我们的发片通知 没错 那当然如果你有恐怖的灵异经验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也欢迎投稿到我们的投稿箱 或是分享到我们的信箱 对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就会在YouTube上面 或者是泡开上面分享你的故事给所有的听众们 没错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投听story 拜拜